好,欢迎大家收看《开来见我》 真是知道自己读大学哪一科呢? 其实就下个礼拜一,就叫做联招放榜 大学联招,Ju-Pass,这个口号挺响 通常香港政府想这些名字都很粘,Ju-Pass 叫了几十年都不错,我觉得是不错的 因为九七前开始叫,可能叫得久一点 你想想,如果九七后这件事就变成猪扒事 Ju-Pass,猪扒事我 现在变成这样了,但好像去到联招放榜 Ju-Pass放榜,大家没那么紧张 是之前中学文贫市,DSC放榜很紧张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玩过Ju-Pass 我是第一届Ju-Pass 是吗?你是Ju-Pass 我是第一届 小弟是玩过Ju-Pass 那也挺好玩的 不过我第一届就,好像第二届就已经是 我们做完白老鼠之后已经很多东西要改了 哦,是吗? 是的,所以我应该完 我们很多东西真的乱了 没办法,我们做事业 那接着就越改越改改 去到你那里,应该都純熟了 红利都差不多 那也是的,我们是这个链招的早期 为什么叫链招早期呢? 那这里有个多有趣 我不知道算不上香港教育史的环节 就是说因为彭古初开的年代 就是每一个地方不止香港 国内也好,还是英国也好 其实那个大学数量很少的 大部分人呢 就算那个中学成绩是很出类拔岁也好 大部分都读不到大学的人 或者没有这个考虑的 那其中一个原因当然是因为学费 比如说当年呢 港大也好,中大更加未成立也好 其实大部分都是中产以上的家庭 原因就是那个学费减免啊 很多这些福利呢 政府呢 那个参与度是很小的 那我们知道九龙有条摩地道 那这个摩地呢 是不是作为一个非华裔 其实他是一个柏诗人 柏诗人的故事很有趣 那另外一个很著名的柏诗人呢 其实就是英国的queen 乐队 他自己改了个姓叫mercury 那你想想 要有这么大规模的捐款 是吧 然后呢才成立到港大 那所以 那些学校是这么微足珍贵 是吧 稀有动物来的 大学生是更加是微足珍贵的 那他就没有所谓是联不联招的 是好像我们现在的幼稚园啊 playgroup啊等等 你喜欢就来吧 你来我就给了一张设计 你填完设计 你就什么时候来考试 甚至没有更有趣呢 他那个呢 不单止不是学校之间的联招 系和系之间是有分别的 比如我中学去到所谓的metrics 就是这个大学愚科 记住啊 严格而言 那个不是叫中学愚科 其实那个名字叫大学愚科 预备读大学 是的 那我们中学那四班愚科里面 我自己就读文化 artstream 然后还有一班呢 他就不是ABCD的去的 我的artstream就是R A 然后呢 他就是engineering 是吧 engineering E班 就是这个工程 然后呢 他还有一个medicine 中学有medicine M班 还有一个呢 叫做S班 S班是什么呢 就是science 那原来这四个班呢 就对应当年港大 只有四个学院而已 或者最主要 最古老的这四个学院 文学院 工学院 医学院和理学院的科学 那所以 就是所谓联不联招呢 这种东西你都反映了整个社会的变化 那那个年代 直接是 入香港大学是天子门生的嘛 是 直接觉得是 入到去就可以 就是李若隆门的嘛 我以为 你以为 入到去就认识黎明书奇 哈哈 没那么英俊美女 玻璃自成 是 玻璃了 你去到中文大学 已经 中文大学开了 慢慢 又隔了几十年之后 又完全改变了香港的 那个 专上教育的制度 然后大家应该都记得了 李公 城大 浸会 又变成了 升格 做了大学之后 世界又不同了 真是多了很多大学的学位 现在香港整十几间 政府有资助的都十间百间 所以 其实关键就是说 大家想多了人去读大学的 现在多了很多选择的 也多了很多不同的科目的 就是譬如 也都有 现在有些很流行的科目呢 譬如说 我们就叫开电视 对吧 有一间叫做开大学的 工那间 工开大学 工开大学 其实他最近开的科是 吃得很硬的 就是 譬如呢 譬如是大家关心宠物 我们之前不是说到 这个 杜盲犬 就是 动物福利 现在有些宠物的 狐狸科目 是 是专上课程 是 会开这些东西 是 譬如说最近 因为这个 警民关系 的冲突多了 现在又多了这个 犯罪学的科去读 多了这些类型 和时事很有密切关系的 题目 就加上去 因为变了真的多了很多选择 你变了 你真的 链招放榜又如何 你还有很多东西可以选 选择之后 你还有很多工种可以做 是不是 不一定要读那科 就是做那科 跟以前真的很不一样 那Vincent提到一个 很关键的地方 就是其实我对香港 我说本土 本土的教育 那个总体评价 就比起 譬如坊间 坊间主要就是 说媒体 或者我们身边的朋友 茶余饭后 甚至是一些 譬如做家长 无论你是单独 一对夫妇 还是家长组织 各方面 个人来说 我对本地的教育 评价 就不是那么低 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 是特意买一买关子 不是那么低 因为这个 这个真的很多香港的家长 都很不满意 是吗 你想想其实 虽然真的不够 但是不如你想想 整个反逃犯条例修订的时候 很多人都不知道 为什么会有这些留言 或者说的 那些高官的子女 全部都不在香港读书 就是会 会经常有这个说法 就是证明他们 对香港教育制度 没有信心 这个是 就是三五行市 就会拿出来 来骂一些官的 其中一个是藉口 最多是骂这一件事 是 那当然我会觉得 在政治上 香港的官员 尤其服务在教育环节的官员 他们的子女 如果不是香港读书 我觉得在政治上 不是那么好看的 直接不聪明 是 但是你如果说 从教育的角度 就是我便很反对 什么都这么反政治化 但是如果你从教育的角度 他们读不读 代不代表香港的教育制度如何如何呢 坦白说 我觉得 譬如以我自己很局限的 就是我自己 起码我由幼稚园开始 一直到 我第一个碩士 都是在香港读 后来我回来香港之后 我再拿多个博士 那我算是一个很完整的香港 我觉得每一个环节 我自己都是 就是所谓被祝福的 就是所谓得到好处的一个人 而且我觉得 我自己 就是你意思 被祝福是读完书觉得有用 是的 我觉得香港的教育 在香港读完书 觉得香港读一些书有用 对 这个很重要 要告诉观众 他给到我的 就是所谓的机会 就是opportunities 或者所谓be equipped 是吧 就是英文说的 装备好自己 你装备好自己 我觉得香港的教育是给到这样的我 第二 就是我觉得 譬如刚才提到的 我们觉得很多香港教育的问题 其实未必 和教育制度 它内部的设计和执行是有关的 当然我也会知道 里面有各式各样的问题 而是说 在一个社会 譬如说 产业很单一 譬如说 我们社会的追求 会不会太过功利 又或者 我们的雇主去选人的时候 那本地的毕业生 究竟是有优势 有劣势 还是有军势 各方面呢 我觉得第一 很简单 从逻辑去推论 这几样东西 不是教育从业的人士 他们可以处理得到的 第二 就是说 其实这些环节 你留意一下 比起我们成长的香港 我觉得是改善了 不是说收窄了 譬如你刚才提到公众 或者公众之间的收入的差距 其实我觉得 这些都不是靠教育 而是靠整个产业 当然政府有一个角色 但是也包括有家长 教师 其他不同 好像是僱主等等 他们都有不同的看法 尤其是 我想现在最大的难题之一 就是 很多学校担心收身不足 始终人口结构有一个变化 有一段相当长的时间 会越来越少学生 越来越少学生 是 如何捱下去呢 这些东西 他们可能已经想到 我能够不够学生的问题 你还叫他再想 他如何跟外面接轨 但世界变得很快 是 经济结构 又同时变得很快 人口结构 就一直滑下去 经济结构 就不断地变化 包括其中一个研究 就是说 三年之前说 十年之后 即是七年之后 那应该全地球 有一半的工种会消失了 即已经不需要做 不需要做这件事了 其中一个就是 通渠可能不需要人通 我以为你说特首不需要人做 很多机械人搞定 那又这么说 有人做又如何呢 通渠是机械人 因为可能 譬如说 七年之后 十年之后 一些巨型的暗渠 不是明渠 可能已经运渠是机械人做 那如果你有些通渠的专业 路向渠务署 也请很多工程师 是 可能已经慢慢又不需要这些工种了 明白 那当你的经济结构 或者随着科技 真的一直在取代很多工种的时候 那你应该如何装备自己呢 教育制度 应该如何跟随社会变化呢 回去继续说 我们今天讲一下教育制度 为什么要这么说呢 因为你联招防磅 可能大家就 入大学 入到大学 其实现在大家都已经面对现实了 入到大学 和你将来找一份好功 其实未必存在必然的关系 是吧 还要看很多祭遇 甚至乎你自己出来的时候 当时的经济气候是如何 就是看你很不幸 我就属于不幸 是吗 我每次毕业就地球有灾难了 你先说 你讲完 接着我和你斗灾难 你先说 我一学士毕业 一回来香港 就遇着金融风暴 然后就熬了几年之后 然后就想着再去读 就是part time课程 就是进修 一读完之后 就dot com bubble爆了 就是科网股爆破了 科网股爆破之后 幸好你不是读IT科 是的 接着我就想着 不如去其他地方读 就去了英国读碩士 读完英国读碩士 你讲的科网股爆破是90年代的 不是2000年那个 真的贪多金那些年代 那个是2.0 贪多金大家知道就知道就算 就是某个域名 你讲的科网股是2.0 是的 那次很糟糕 所以我都说 我每次一读完 我就穿地球大灾难 然后去了英国读碩士 一回来 就911了 沙士 是的 所以每次回来都很难找工 读多多书都没用 当然 你就算不是碰到这么黑 其实现在你毕业和找工 可能是很漫长的时间 是 很难找工 这么多位同学 带马一世界捱 真的 那这个斗黑仔的环节 我不知道 我赢还是黄永赢 你赢 你赢 我宁愿你赢 我开始出牌了 OK 那我就是97年 去考99年 是A-level 那我不是说 刚刚和我退了一格 刚刚退了一格 那我不是说 97年回归 对我挺大的冲击 但你知道97至99 就是亚洲金融风暴 香港的楼价 然后就转到你 幸好当年 我当然没有资格炒楼 高中生是否 但当年有人炒一样东西 高中生也有得炒 有 炒这个yes card 和龙珠卡 是吧 当年周慧敏 是这个全闪 是真那张 不是人造那张 是说几千元一张 还有那些悟空彼达 闪不知为什么又可以 几千元一张 幸好我没有参与这个 就是有赌博成份的炒 97至99是这样 好 那到我undergrad 畢业 太厉害了 2002年 幸好是禽流感 死得到尾仁多 那既然是禽流感 不要找工作 去读个碩士 那我真的读过碩士 那第二天 恭喜你 SARS 很棒 你先赢过一个禽流感 是的 赢过一个禽流感 禽流感 沙士再踏上去 这些真的是黑色幽默 很荒诞 很荒诞 不过唯有苦笑 但是我说一件更正的事情 香港不行 我又不会说归英 可以回老家去英国 对不对 那我去到英国的时候 是一片荣幸的 我记得我去读书的时候 又不生性 不够聪明 考不了奖学金 对不对 我去那一年 英镑兑港元是12.5 我回来的时候 哇 发达了 因为看到那些英镑 不断升我 不断交学费 想出来工作 那时候的伦敦 金融城比纽约更厉害 是 伦敦是重新变成世界金融中心 大概就是0607 我差不多读完书 04 05 06 07的时候 我快出来的时候 英镑兑港元最高升到多少 14 15 14多 不够半年之后 变成九算 我毕业出来找工作 变成九算 什么原因呢 伦敦金融海啸 由美国那边 一个落 你就这么说 大家未必明白 但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你走去平时 所谓便宜的 你家长会带小朋友去那个 金色拱门那间餐厅 吃的那些 有玩具送的那些 有玩具送的那些餐 如果你在英国当年吃 是 是一张红底 等于香港 100多200元的 100多元 100多元 100多元吃过 开什么餐 什么 有没有搞错 你想想想 许晟就是那个 去到英国很厉害 按照他你去英国很厉害 你去英国很厉害 你去英国很厉害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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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告诉你 吃那个什么字头 那个 那个 那些 已经是全英国最便宜 是啊 对啊 我不是说笑 当年英国荣景的时候 最便宜的一个早餐 或者午餐 用香港来计 是用红三鱼吃 是啊 你不要指意 便宜的吃 你不用指意 几十元吃 所以我想说 什么故事呢 就是说 你去到伦敦 你去到一个经济学院 你去读 读学科 读经济 你读完 那半年 英镑对港资还是十四五元 你未读完之后九元 你教什么鬼啊 那所以我想 这个就是我们的故事 你说黑色音乐说什么 很多 其实不我负两个 不过你有没有借钱 我没有 我没有 如果你借便划 借怎么会划 你借的时候 用英镑借便划 但是到我们出去的社会的时候 不要说我们 就是我自己没有外国护照 那当年英国还是欧盟 你求职的时候 英国护照和欧盟护照是没有分别的 譬如你持袍国护照和德国护照 所以我大部分同学 其实是德国人和北欧人 因为他们读书比英国本地人更好 但是你想想 如果我的同学要问 他要出来找工作 他没有回旅的问题 没有许征十五和九的问题 但问题就是 他们都要面对求职 当年伦敦 难听点说 真是私横遍野 也有些东西 都算是黑色幽默 三十年何东三十年何西 就是我们读的科 绝大部分 或者我和太太的科 绝大部分在伦敦 你没有其他东西做的 如果你说产业单一 当年伦敦也很单一 个个都做银行 那时候最不想入是哪些呢 是那些管控部门 所谓 compliance 但是 你收到个compliance的offer的时候 那一刻你觉得发达了 因为你说的那些什么 投资部门 上市部门 全部被人刺得七八八 你负责管人的那个 哈哈 这个就是 请很多人 这个就是顺功 所以你说的 世局 即是世事变化得多快 你打算找大钱 所以你可能读投资 但是原来到你毕业的时候 已经爆了 爆了 爆了 于是你就去做监管那个 那可能你很聪明监管 也没办法 这样就一世了 你可能监不监 就去那些什么 证监 对 银监 接着可能扶耀职 就做官员了 我们想说 那个教育制度 其实怎样改也好 最后都是看那个人 的核心 其实他是一个什么的人 所以我经常说 是有一半的公众消失 就是譬如我们 刚才说到 你放榜 你选了那个科 但是可能你读完那个科 之后你没有那些工做的 很多工可能会消失了 那譬如最上 最比较多的就是 为什么整天以前说 父母辈 比较容易存到钱 容易找到工 那时候还有很多工 所谓白领工 是真的低头 你不用特别聪明 你都能找到餐吃 对吧 譬如 现在很难 现在很难 一些人明白的 即是 Messenger 以前Messenger 找不少的 我记得 我当时做小医工 有个Messenger 找两个东西 一个月 两万元 一个月 Messenger做什么 送件 而且也跟所有 全香港 所有他去开的 那些Reception姐姐 很熟 那些看电视剧 那些 就是他们的Messenger 又穿了名牌 带了名标 他们可以找到两万个月 现在用了Messenger 吗 真的 差点说 他电话传过来 有时候有时候 已经没有了这些工 打字 也没有了这些工 会计 现在已经有很多软件 可以做到 所以以前是容易找工作 现在是困难了 但你说困难了又好 反过来 也多了很多新的公众出现 前所未有的公众出现 究竟我们 国教育制度 怎样变得好 其实所谓的主要是什么 我觉得我自己的建议 就是 你不如用大学这段时间 想想自己是怎样 跟人沟通 因为这是一个沟通的世界 所谓社交平台 社交网络 就是你怎样跟人沟通 你估计 你估认识人比识字好 我觉得是 认识自己 怎样识人 认识自己 怎样识人 譬如说有些人觉得 他单对单沟通是容易的 他可能真的很聪明 譬如跟你做主持 那就单对单沟通 有些人就是 推锁东西很聪明 那就单对单 但有些人可能很聪明开会 他可能一个对六、七个人 沟通是最容易的 是 有些人可能是 一对一百、二百人才可以 可能那些都很聪明教书 全程都可以 是吧? 演唱会也可以 是吧? 所以看看你自己是一个什么 沟通模式的人 亦都很多人 现在越来越聪明一对零 沟通 是 不断对着 螢光幕做事 我觉得大学就是一个探索自己 究竟喜欢怎样 和人沟通的过程 你找到那个方式 你将来去找工作的时候 也会更容易 我明白 你才是像Wonder 几位前辈 那样 因为他们很擅长开这个演唱会 是的 他就和三、四个人沟通 接着 世界就是他们那一队队 是吧? 那都可以 那我想 都很认同 Vincent这样说的 就是随着 第一就是香港的社会 变得越来越富裕 是吧? 这个就是你正向一点 这样看 另外一方面你都要 就是你所谓 不要说做到万无一失 但你自己都要思考 就是很多事情 你今时今日是吧? 花很多精力 花很多时间 花很多的能力去准备 像刚才女精说的 你不转读经济就有志可 你转读经济 蛤? 香港金融可笑 被我中了? 你伤了一堆 是吧? 你伦敦都要我中了? 用不需要那么好彩啊? 所以我觉得大学教育 不要说那么远 大学教育 除了你的知识 技能这方面 你要培养之外 就算是一些 我们认为传统的技能主导的科 律师、医生、职士、会计师 都要有更加多 譬如性情的培养 和别人沟通的能力 和你自己的所谓抗疫能力 你好像林太太 就算你考第一 年年考第一 你遇到这么大的事情 有时候 我觉得不是你个人的智力 而是你整个人的韧力 你的坚持有多 你说这件事 好像开另外一道门 哪一道门 找多一集说才行 下个星期继续说这件事 好不好 我们放榜日 JUPAS放榜日 联赵放榜日 再跟大家讲一下 如何迎接前路 你考到你心目中的科目 那不是你的终点 那只是另一条起跑 是